自願LTE的Apple Watch Series 3 終於要在台灣上市了 某種程度來說 手錶可以連線行動網路 才是比較接近我們理想中的智慧手錶 自願LTE行動網路的Apple Watch 它可以在沒有跟iPhone連線的狀況之下 獨立撥打跟接聽電話 也可以閱讀及發送訊息 接收通知 搜尋網路、導航 聽串流的Apple Music 或者呼叫Siri 當你往上滑出控制中心 並且在左上角看到 如同iPhone上的搜訊格數時 那就代表它已經連上行動網路 所以今天的測試呢 我們就會把iPhone留在家裡 然後單獨帶著手錶出去做測試 走 在初次跟iPhone配對之後 聯絡人就會同步到Apple Watch裡 那在離開iPhone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打電話 直接在手錶上面選擇聯絡人 就可以撥號了 你打給我 喂 你打給我 對啊 我是要跟你說 想找你晚上去吃飯 哦 我現在在健身房運動耶 那你那邊會到幾點啊 嗯 不然我們約六點好不好 還是你那邊結束的時候打給我 嗯 好啊 那我等一下去找你 OK 好 切囉 嗯 OK 拜拜 好 拜拜 那Apple Watch本身是有喇叭跟麥克風的 所以你可以對著直接聽 直接講 那我們發現如果你直接用手錶講電話的話呢 聽的聲音是還滿清楚的 但是如果你是在外面呢 對著手錶講是可以 但是聽的那一方就會比較聽不清楚 最好的狀況還是建議搭配AirPods 那對只想帶著Apple Watch跑步的人來說 AirPods會是最好的搭檔 那當Apple Watch連上行動網路之後 直接打開音樂 就可以串流收聽Apple Music上面的 4500萬首歌曲 那當然還包括你設定好的歌單 直接用Apple Watch連線地圖導航 也是Apple Watch支援LTE之後 可以獨立使用的功能之一 嘿 Siri 附近哪裡有便利商店 那在導航的過程中 如果需要轉彎的話 手錶它就會震動提示 那你就不用一直點亮螢幕 可以節省手錶的電力 Apple Watch Series 3 它具備50米的防水等級 可以在潛水或是游泳池裡面配戴 那體能訓練裡面也有游泳的項目 可以幫助你記錄運動的成果 當你在水下的時候 Apple Watch它會先暫時關閉螢幕的觸控功能 所以當你游玩泳起來發現收到簡訊 你可以用錶罐來解鎖 並且彈出水分 然後接著再用手錶裡的快速回復 或是手寫來回復簡訊 經過我們今天的model的測試間拍攝行程下來 相信大家最關心的還是電力到底可以用多久 那我們今天的拍攝行程呢 大概是從下午2點半開始 那當時的電力是76% 然後一直拍攝到剛剛大概6點結束的時候呢 手錶的電力是19% 然後所以今天的測試行程大概是3個小時半 然後使用了大約57%的電力 那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全部都是用LTE連線 手錶完全沒有和iPhone連接 那這樣的電力結果大家可以自己去計算看看 那官方它的標示是可以使用電力時間可以使用18個小時 那這18個小時是4個小時的LTE連線 加上14個小時的藍牙和iPhone連線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這個數字又不是全程用LTE 那有什麼代表性 其實因為手錶它本身就是手機的延伸 所以它其實不會說你不會說刻意整天都拿著LTE連線 所以它這樣子18小時的計算其實是比較符合我們的生活 就是手錶的使用條件以及日常生活習慣的 那我們今天的測試項目呢 就是大家前面看到的那些片段 算是比較密集的做了各種功能 那如果說平常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然後手錶連接LTE的話 算起來應該是大概4到5個小時是沒有問題的 給我看一下 這邊給我看一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